讲说它可以怎么样去转多边形 它的loft 你其实可以看到它这边degree有cubic 那你也可以设linear 有没有看到多边形 对啊,linear跟cubic 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要怎么样转多边形 所以当然就是multify里面的convert 然后nervous to polygon 所以我还是尽量建议你都是用我刚刚说的 第一个是quads 四边形嘛 quads四边形 quads control point 对,然后这边选control point 对,就这样 quads control point quads control point 有没有 然后这边按test light 有没有 它长这样子以后你把它拉出来看 我们现在看好 按123的3 有没有 所以它其实就差不多啊 那为什么我们一样 就是说都还要转多边形 因为多边形其实才有UV 才能够处理贴图 诶,所以我觉得我今天 我下一次好,这样子好不好 下次上课之前 我先给你一个叫做那个拆UV的一个软体的连结 那为什么我现在上课不给 因为你们学到那个下载的速度 慢到一个超级厉害的 可悲 对,有点可悲 所以我可能下次上课之前我给你 我跟你讲 这个为什么重要 因为所有的3D软体的拆UV啊 你每个都学都浪费时间 学一套就好了 那为什么只学一套就好 因为呢,所有的3D软体都可以输出OBJ跟FBX 然后呢,它可以丢到那个软体里面拆完 然后再丢回去 所以你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3D软体 比如C4D啊,Maya,Blender啊 3D Studio Max啊,Houdini啊 你学完 你学那些东西的拆UV 不如就只学一套就结束了 懂我在讲什么吗 懂齁 所以我下次上课之前 我会先给你那个拆UV软体 对啊,那个红色的那个 对对对对,我有讲过吗 我之前有给过 但是我有教过吗 没有 对啊 之前是我们问 没关系没关系 我跟你讲 那个你学过以后 就这辈子不想用其他软体拆 就这个REASON UV 超爽 爽爆 你看它Prada大概分两种 一个是Virtue 一个是real 有看到吗 Virtue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游戏啊,电影啊,电视影集啊 然后 real space就是说 才工业设计的东西啊 OK啊 那我大概有一个版本 是2022 我大家贴在社团里面 然后你们有时间 在抓吧 不要在学校抓 你们这边速度慢到一个了 简直是 精英中的精英 哈哈哈 OK好 那我现在呢 就是这个转过了嘛 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看 Surface里面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学过Loft 还学过 什么 revolve 还差一个什么planner 我们看planner 其实也差不多了 planner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现在也别说 我有四条线 这个 不错啊 哈哈哈哈 OK 我们现在呢 先画线了 这边呢 create 呃 它的 numbers 的线 numbers primitive 那是curve 哦 那这个好了 curve2 OK 你看我们就是随便画线 哦 先画个线 OK enter 然后再cvcurve2 再画线 我都是乱画了 你现在看哦 开始重点来咯 这边要贴附线 有没有看到这个贴附线的功能 因为它这个planner 你看有没有看到planner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四条线 如果以前的记忆对的话 哈哈哈哈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随便乱画 你看 只有第一个跟最后一条线 一定要在线上 有看到吗 可以哦 那enter 那我们enter完以后呢 这边把这个线呢 再稍微调一下 OK 它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面 一个变一个面 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关掉 怎么了 没有 看到吗 好像 对吧 有事情要是说吗 没什么没事情 OK好 继续 然后继续画线 这边呢 create a cv curve tool 一样去贴附线 对吧 然后这边再继续画 我现在完全是乱画 然后再贴附线 你看这边 拖拉 有没有 贴附嘛 对不对 然后再enter 然后再来呢 就是把这个点的 右键cv vertex 这样选 然后贴附的功能要关掉 稍微拉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 稍微拉一下 有没有 可以吗 可以好 OK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四条线 所以呢 现在去找planner 一二三四 好 现在planet为什么出问题呢 我看一下 我知道 因为它不是在平面上的 所以我要找什么 boundary可以吗 boundary可以吗 可以 他说什么 没有 没有选线 对不对 boundary boundary 有诶 有没有 四条线 构成一个面 boundary 有看到吗 对啊 对啊 然后你可能就是要做多边形 到最后还是可能要做 刚刚不是有教过吗 就convert 对 然后never to particle OK吗 所以你看 它是不是转多边形 转多边形以后 是不是可以把它拉出来 然后按一二三的三 有没有 这就是多边形啊 可以吗 可以好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叫做boundary boundary是什么意思 边界 所以就边界的线 那个点跟点必须要相连 OK吗 就是那个末端必须要相连 可以哦 好